下届民进党台南市长提名,六名参选人竞争激烈,积极争取提名的立委陈庭飞、黄伟哲,明天将各自在东区安南区成立后援会。 台南市警局今天公布招管时间,路线,请用路人行经集会地点收编道路减速慢行,并遵守书导,管制人员导引,确保安全。 台南市警一分局表示,立法委员陈庭飞东区后援会总部成立活动申请于12月10日下午2点到晚上8点在台南市东区重学路1号至81号前道路举行。 警方预定于明天下午2点起管制重明路与重学路口,重德路与重学路口,重学路59项等路段,并于3点30分活动开始后,市参与活动人数加强书导集会路段周边道路必要时扩大管制。 台南市警三分局指出,安南区海电路一段于12月10日下午3点到傍晚5点30分举行黄伟哲、郭清华联合服务处及黄伟哲安南区后援会成立。 警方将于10日上午8点起弹性管制,说导车辆进入事项活动周边道路及停车场,并次海电路一段安抚接口至海电路海东桥实施调拨车道。 警方表示,尊重民众言论表达自由,警方也将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会权利于法医间的均衡维护,依法行政期待主办单位于集会活动中保持理性自治,合法表达诉求,于活动结束后阻导群众离开并协助撤除影。 享用路人机行车安全设施,恢复活动现场周边交通秩序,黄伟哲、郭清华联合服务处及黄伟哲安南区后援会成立。 明天将举行台南市警三分局公布交管路线托警方提供分享。